没有开出来之前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水患治理监督联盟的徐晨娟 那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 我是一烟水地区的小组的召集人 是因为我们总召集人 有另外一个叫林淑英老师 那我们当时有两个小组 一个就是一烟水小组 另外一个就是石门小组 因应当时的95年通过的两个特别条例 一个是一烟水地区水患治理特别条例 另外一个就是石门水库的整治特别条例 所以有这两个小组 那今天我们有 我特别请水利署的一个人员过来 他在后面检任祭司 很谢谢他今天假期的时候过来 其实我发现恐怕我请错人了 我应该要请环保署的水质保护处的处长过来才对 因为各位的同学有很多谈到了 那个河川污染的问题这样子 那好其实我会参与河川的故事呢 就真的是就是从应该算是民国九十年开始 那也就是我在文山社区大学上课的时候呢 就参与了林淑英老师的景美希守护的故事 那因为你如果说要去招募一个所谓的环境人员 环境保护人员 然后或者跟他说河川巡守人员的话 恐怕就不太会有人来上课 所以呢 基本上就是用比较软性的去切入 所以成立了一个景美希文史的读书会 然后呢还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 有文艺节城市 山河城市文艺节才会景美希的活动 那然后还帮景美希过生日 那也有做清晰的活动 然后呢就是他借由步道 就是景美希周边的步道来串联 就我记得是五条步道 然后大约有两百个人的这个大会师这样子 然后呢这是景美希源头至下游的水 那就是不多 可能一条小支流一瓶这样子 好 那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景象这样子 那这是一个宣言 那当时呢 因为是为何穿过生日是台湾头一招 所以呢当时中国时报几乎做了一个全版的 那所以就上报了之后呢 那所以水利署的 水利署不是 环保署的水质保护处呢 就打电话到文山社区大学找林淑英老师 然后就谈说为何穿过生日这件事情呢 就是很新奇然后也很好 所以呢就希望成立一个何穿巡守的一些计划这样 所以从2005年开始呢我们就接了环保署的案子做何穿巡守员的培训 那在2005年呢我们就开始了各个社区大学的一些课程 那还有2006年 那2006年这里面几乎做了蛮多的事情 那我们有就是基本上这三个故事三峡然后守护一条西是景美西的故事 然后三峡那边的有一个建安国小的故事 那而且还到淡水河沿岸的各个国中去跟他说我们想要借用你的布告栏 来宣导这个淡水河以上的一些文史的东西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有河川教育布告栏这件事情 然后呢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活动从8月份开始 然后一直到10月12月到淡水河庆生这样子 那这个是淡水河庆生的一个算式宣言 那这是现场的照片 那这是当时就是我们这里下排了很多的红淡跟这个寿面这样子 帮淡水河庆生 那刚刚是不是有看到景美西的五瓶水对不对 那事实上你看这里这里的下面下面这里呢将近有五十几瓶 全部是淡水河基隆和景美西新电西 还有那个大汉西的上游 呃拜托那个各个社区大学的河川巡守队的队员 那个收集来的淡水河的水 所以当时我们有一个画了一个蛮大的地图在这个下方 那这张照片呢也是被那个就是有上报这样子 这个是我们河川巡守志工的照片 那2006年我们还有组织了河川读书会 然后请廖贵贤老师来帮我们讲如何与水共生的一些 一些管理上面的一些新的观念 然后在大约就是这个期间就是2006年的时候呢 我们呃有在北投社区大学的全国社区大学出呃就是年会的时候呢 我们发起了淡水河守护联盟 那淡水河守护联盟成立了以后呢 另外在每个社区大学呢中山社大、南港社大 然后还有基隆河左岸解说队 然后万华社大 还有景美系守护队是那个文山社区大学 那文山还有东南科技大学 还有木榨高中都是属于景美系守部队 那还有文山社区大学呢 成立了一个啪啪走俱乐部 所谓的啪啪走俱乐部呢 就是走淡水河所有沿岸的一些河川这样子 那目前的运作来讲的话就是几乎每一条支流 那淡水河部分的话就是从万华社大 下游一直到出海口 那个段才叫做淡水河守护联盟 那其他的话就是基隆河、京美系、新电系跟大海系 目前是这几个联盟都有在运作 那我下面要讲的就是水患治理监督联盟的成立跟 民间参与治水的故事 那淡水地区水患治理计划呢 它有分三个大的内容 那属于经济部水利署的呢 就是要去处理县市管的河川、区域排水跟失业海体 它总共是800亿元 那然后农委会的话呢 就是农田排水跟坡地保水这样子 那总共是就是这么多钱 那然后内政部有一水下水到 然后总共是8年1160亿这样子 那这个是在95年的1月13号立法院通过的 那在95年的4月的时候 在那个全国社区大学的年会的时候呢 我们就成立了1411大雨治水联盟 那可是呢95年成立就是宣誓了以后呢 在一年之中呢 就是一直到民国96年 这个中间因为人力的关系 就一直没有把它运作起来 那后来一直到民国96年的8月 才真正去募了一些款 然后请了一个专职的秘书 然后再处理这样 所以真正才开始有运作 那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宗旨 那我们在做什么呢 就会要求政府的资讯公开 然后串联全国各地的团体 然后监督治水的预算 还有引进国外的治水的新的观念 还有参与双溪河流域的治理 跟石门水库的整治 还有民众教育这样子 那以下来讲的话 我就双溪河我的参与大约2年的时间的经验 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双溪地区来讲的话 它总共是经过了四次的台风 那当然居民会觉得说 哦我饱受这个淹水这样子 那所以呢政府在这个也有相应对的 就做了一些治理规划 还有这个治理规划的这个研究报告案这样子 那台北县政府也有在云纳坦台风之后 也有做一些调查 那这是双溪的淹水情况 那但是呢在一淹水的里面呢 在95年到97年的第一期的里面呢 就有总共有3亿4千多万 然后第二期来讲的话 也有编列了2亿多万 总共就5亿 可是呢我们看说双溪河就只有26.8公里 那他的人口的话就只有2万多 那就是河川并不长 可是呢为什么钱这么多 就很起人 就是你会很怀疑为什么这样子 那我们当时看呢 比较关心的一个案子就是德新宫的前面 德新宫就是这个宫 他几乎就只有11户的人家 然后呢有一户呢就是这一户 他的一楼全部是净空的 然后呢这一间德新宫的庙宇呢 他花了1亿 然后也把他的一楼净空 好也把他的一楼净空 那然后这户他是在比较高的位置 这户跟这户都在比较高的位置 这三户都是就是比较可能不会淹到这样子 所以几乎是可以不需要做那么大的工厂 那可是呢就是开挖了 然后这是他的当时的现象 那然后这是几乎快完工的状况这样子 那这是完工的状况 那这里当然他会把河川输菌 然后把这些石头都是从河川上面挖出来 然后做这些蛇笼的工程这样子 那这个是当时我们97年的那个华独木舟 那相对于差不多的位置就是后来变成这个样子 跟这个完工之后的状况 那这个是德兴公的双龙桥的下游 那德兴公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他前面也是有盖了一个90度垂直的这个算是堤坊 那刚刚的这个上游的是5000万的工程 然后下游又是另外一标也是5000万 那这有几个问题我们就是可以来看一下 那所谓的应急工程来讲的话 他就是冲促的施工 那没有跟居民沟通 那手段工程的手段为优先被考量 那譬如说我们也有讲说 是不是可以洪灾保险之类的 可是问题是洪灾保险 他没有办法在法律上是合法的 所以他没有办法采取那个手段 那如果在益盐水的计划里面 他的正常程序就是要先规划 然后在规划的当中 他必须要有两次的地方说明会 然后再送到这个水利署去做审查 所以他正常的手续来讲的话 他会有这三个过程 那在执行面来讲的话 我们发现就是说民众的意见呢 通常就是规划公司就是听听就好了 他就是让你有说话的机会 可是你的意见他几乎都不太会去考量这样子 那执行单位会刻意回避需要其他部门沟通的问题 譬如说当地的居民会说 我原来有一个很大的洪泛区 可是这个洪泛区里面呢 被那个公路呢就很 公路以及铁路呢 从中间横跨过之后呢 就变成了有点像一个堤防 然后那个洪泛区的洪泛功能呢 就减少到一半了 那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 那是不是铁公路 他必须要做什么样子的改善呢 那可是问题是 治水的单位来讲 他没有权利去管道铁路公路啊 所以他就会这个问题 他就不写在他的报告里面 他就是刻意回避 那如果说那好 那我们就会跑去跟县政府说 然后当地的居民呢 也会去找铁公路的单位过来 然后铁公路的会说 我们没有钱去做改善 类似这样子 就会变成说 你明明知道那是一个问题 可是那个问题呢 就是没有办法被解决这样子 那然后全责模糊 这个全责模糊来讲的话 是针对这个液淹水特别条例来讲的 譬如说这个条例里面有说 地方政府是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件事情的 所以这个液淹水里面的执行 是由中央来执行的 那可是双西河是县管河川 那变成说 那地方居民如果有意见的时候 他到底是要去找县政府呢 还是要去找水利署的 第十河川局呢 这个中间呢 就会变成说 其实居民搞不太清楚 那其实对我来说 我也是搞了